好 題目 這個是什麼反應 這很蠢的問題 塩酸叫做 塩酸是酸 AOH叫做切花拉是鹼 酸加鹼叫做什麼反應 酸鹼中和 塩酸 塩酸是鹼酸 燒鹼是鹼 產生鹽加水 NACR是鹽跟水 所以答案就選豬 超級事業蠢的問題 OK 請問你哪一個沒有中和 沒有中和 只有永和沒有中和 塩哥男 30 30 豬請坐下 他選豬 好 好 口含吸管吹起二氧化 這樣容易水變碳酸 將氫氧化到酸鹼中和 小木輝前面講過了 中和土質酸鹼中和 胃藥也是酸鹼中和 所以我們剛剛舉過的例子 小蘇打碳酸氫鈉 導染包是鐵氧化 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它不是酸鹼中和 所以答案選豬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的兩個練習 你幾個練習 好 下一個 等末素的氫氧化那 跟鹽酸混合進行反應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是一個酸鹼中和的反應 酸鹼中和的反應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它不是可逆反應 可逆反應是我們後面要交的東西 就是A會變成B B會變成A就叫做可逆反應 我們後面交這個東西 這裡不是 所以A跟B都是錯的 然後反應後產生的是鹽巴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食鹽水是可以導電的 食鹽水是可以導電的 所以是一次錯的 因為鹽巴是電解質 在水中會解離出鈉離子跟氯離子 那麼一個氫氧化那會解離出一個氫氧根 一個鹽酸會解離出一個氫離子 所以如果氫氧化那跟鹽酸的末素一樣 就表示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末素也會怎樣 一樣 一樣 就表他會怎樣 剛好達到中和 會剛好達到中和 所以呢 然後我們叫做是強酸加強減 中和就是所謂的中性 我剛跟你講過了 酸減中和的結果 恰好中和的結果 不一定是中性 可是我們國中交也都是成中性 所以答案出是對的 可以嗎 請問你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選項BPM等於7 要7代表是要恰好中和才是7 它有恰好中和嗎 還是氫氧根多呢 那就鹼性嘛 還是氫離子多呢 那就酸性嘛 所以你看看它有沒有剛好中和咧 剛好中和是氫離子末素等於氫氧根離子末素 我再說一次 不是酸的末素等於鹼的末素 是氫離子末素等於氫氧根離子末素 誰多啊 答案是誰啊 停車站接問 小位可愛大美女叫做13號 子胖 你的答案 B 你選B 停車 你答案選B 這是一個酸鹼中和的反應 它是放熱反應 所以會使容易的溫度上升 所以A是錯的 體液鹽酸有 墨濃度層體積 所以有0.1墨的鹽酸 所以呢 一個鹽酸會解離出一個氫離子跟一個氯離子 所以都是0.1墨 氫氧化鈣也一樣 濃度層體積有0.1墨 但是一個氫氧化鈣有幾個鈣離子 一個鈣離子 有幾個氫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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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水溶力一定變中性 可是陰氧離子的數目不一定會一樣多啊 看起來不一樣多啊 對不對 0.1 0.2沒有一樣多啊 對不對 水沒有一樣多 水是一直錯的 那剛剛跟你講呢 它氫氧根有0.2末 氫離子是1末 0.1末 然後弄完之後還剩下氫氧根啊 氫氧根脫子是什麼性 減性啊 BQ是什麼樣 比起來的大 所以B也是錯的 所以 答案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有問題嗎 這一題的重點就是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酸鹼剛好要綜合是氫離子末素等於氫氧根離子末素 我條件給的是酸的濃度 是酸的體積 你算出來的是酸的末素 你要問問自己 那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會有幾個氫氧根 OK 然後了解 然後所有考試有重要的觀念在這裡 OK嗎 OK